卓西湘新春球类运动赛事季篮球赛事后 今天展开了排球比赛 分青年组和中壮年组竞技 六春代表队金锐进出 除了为自己的春争取荣耀 也为今年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代表队选手的选拔预作暖身 球场上卓西湘所会首长和卓西湘排球协会等嘉宾一致排开 奋力排球过往 共同为卓西湘新春排球竞赛主持开球仪式 接着太平与古风两春青壮年男女子组排球赛事同步展开 各村球队选手发挥团队默契在场上拼斗 竞赛过程精彩 场内场外竞赛气氛热烈 卓西湘运动风气盛行 各项球类运动也相当受到老中青民众的喜爱 已经连续第二年承办新春排球赛事的卓西湘排球运动协会 李建设会成员全体总动员 律师长田家豪也以排球运动比喻 凝聚共事相互支持团结卓西湘 然后大家也在运动 这里我们拿排球 就像做球 拖球 刷球 坚发球 一样的一些团结 互相合作协力的一个球队 那也算整个卓西湘 我们说一下是不是团结的一个团结的湘 看到卓西湘各类运动协会积极主动 推广乡亲民众运动好习惯 带动运动风气 成效卓助 乡代表会主席李贵英 副主席温德魏也身体力行表达支持 也在活动赛事的预算经费上全力协助 希望能够促进大家的运动的 参与的人力 还有我们参加对外的这些选拔的时候 能够对我们的卓西湘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卓西湘代表会 也是非常的赞成 所以这几年的运动经费有给予很多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和湘工所在 每一年的春节过后 就开始不停的很多的赛事运动 也希望所有参与的人员 我们所有的卓西湘能够朝上运动风气 欣赏 而且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来带动你的卓西湘 继昨天25号的篮球比赛圆满罗幕后 今天登场的排球运动比赛 圈湘六个村的民众热情参与 各村代表队精锐进出 乡长田归花肯定协会的努力 也特别鼓励每位选手们尽情发挥 为今年7月份卓西湘排球代表队选拔赛预做准备 不管成绩怎么样 重点是7月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选拔赛 非常希望今天来参加的青年 能够一模一样再增加不同的青年来参与 今年的7月份的最重要的一个选拔赛 代表我们卓西湘来参与 10月份最重要的一个布农运动会 这场新春排球比赛分男女子青年组与中壮年组别 全湘六个村皆出队参赛 除了为自己的村争取夹击 也期盼能够代表卓西湘出征今年的 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 为卓西湘争取至高荣誉 记者是越南卓西采访报导 无论币天员 自他